还是发亮的 你这个是TPU的材质啊 表面还是亮的 里面黄黄不知道啊 这个TPU材质的黑顶三年了 我们来看看PVC材质的黑顶 改色模就是改色模 这边都是自然分化掉开裂的 你看 这留下来的是胶 这发黄的是胶 底下其实是油漆 油漆其实还没有黄的这么严重好像 它其实黄的是胶 是胶黄的 它是在这里胶的粘性的没有 你看这里胶给它缩掉 其实也没有那么黄的 还好 太阳晒一下就好了 对 但是呢会比那个 比没有贴的要黄一点啊 所以所幸它这个时间还算不是特别长 如果特别长它这个胶跟漆 如果再产生长时间的反应的话 可能就是腐蚀进去 总进去 我之前有讲过一台车 好像基盖那里 它就是贴了一个黑顶啊 这个呢你看PVC的 刚才给你们看了门口这台是 GPU材质 就车衣材质的啊 都表面都还完好的 已经有三年时间 然后这台也是两三年时间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亮面变雅面 然后呢整个就是发黄脱胶 还是跟之前一样啊 建议大家白色或者浅色的车 不要去贴深色的 这种改色膜拿来当贴黑顶啊 你可以选择这种TPU的 黑色的GPU拿来贴 或者是贴车衣啊 你如果是深色的车呢 贴都没事 贴都没事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对 哦还有一个就是要勤洗车 勤洗车啊 他这个原来的一个超模 不是送的吧 GMW 宝马牌 宝马牌超模啊